大家好,我是Alan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的彩椒炒鸡腥肉 一看就会那种 准备好鸡腥肉一块儿 彩椒两个 再准备一些葱和姜 首先把彩椒切成丝 葱、蒜、姜、鸡肉都切好 把一勺黑胡椒粉倒入切好的肉里 再放两勺料酒 一勺酱油 一勺蚝油 然后搅拌均匀 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 接下来把锅加热倒油 然后放入彩椒翻炒 炒软以后盛出来备用 继续把锅里倒油 油热以后把准备好的冰箱蒜放进去 翻炒到有香味出来 这时候再把鸡肉放进去 一直翻炒 直到鸡肉变色 然后加一些酱油继续翻炒 大概几十秒过后 可以加入彩椒 这时候你可以加一些麻油 花椒油再翻炒 大概翻炒个几十下 再放一些盐 就可以装盘出锅了 简单又美味的菜 腰炒鸡腥肉就做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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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